我告訴你如何依然確診機恩 見本日先講解什麼 在這裡包含荷蘭斯的香港人 也有兩百戶三十六歲的男性 因為三十年前都在歐洲旅遊 韓國日報 歐美疫情隔離離開 據說中央流行疫情治療中心 先不說 對下星期十幾的歐洲 和歐洲曾經過 韓國日報 歐洲旅遊的警司提供到 三級 讓我們美國家族法盛頓 等三個族 要提醒到 提議局 指揮中心宣佈 武漢遺人口選票裡 有增加在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里 總共三個境外散業各界外 其中在五十一里是荷蘭斯福基斯 在五十二 五十三里是本國是南省 這三里就分別的 而報告出現過 後體力法規特規特的提供 這都已經就負責 各地平方遲了 指揮中心 但將已經接觸到接觸 未來技術對象 美國來講它每百萬人 它的一個病例數大概是七點五 那歐洲的都是幾十個 幾十個 相對的距離還是非常的大 面對要有每一提起二千七塊 指揮中心的宣佈提供利益 三年十七開始 除了年代的日台裡 要有就先進隔壁 提起 包含法隔壁 鐵隔壁 任隔壁 兩年十四個隔壁 韓國圖牌都提供做第三級 緊實 美國各家住 發生頓住到紐約住 每到近本一開始提供做第二級 你還沒當作幾把 針對五股風雨滴有緊實的民眾 運用辦處理 那是不是有人會故意這樣子 然後出國短暫回來 這些行為其實都是不恰當的 所以我們也在研議 相關就是說有這樣的一個情況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樣去處理 這個世界會先組織 未先補 不然依然想求太流行 但博士尤博透說 中國國體性增加的確認大案 基本上每天都在共同時會數變 是否是代表疫情又下廣掉的 指揮中心 少數年中頌孫富裔香港 除了沒有辦法的 中國又做好減越 其他體系平利是太流行增加的世界 過年行是有減少的 學家新聞 凡秀議 蘇菲先生 特別報導